這一場重要的視訊會議 它是聯合國新疆視訊會議登場 美國、英國跟德國都有派代表參加 不過呢 他們一致把炮火對準了中國大陸 他們是聯合呼籲大陸說 要停止對新疆維吾爾族人 還有其他少數族裔的一些壓制 那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湯瑪斯格林菲德 他就說了 現在呢 根據調查在新疆地區 很多人民是遭受到了刑囚 女性也被強制捷獄 更有許多勞工是有 這種強迫勞動的狀況 那麼他說呢 美國會持續的來挺身而出 來為新疆發言 其他的西方國家還有人權團體 也說一樣的立場 就說呢 新疆現在的確是有這種 迫害人權的狀況 不過北京代表也在場啊 場面超尷尬的 他立刻否認這一些指控 也反嗆說是抹黑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中國有無所謂的 新疆 新疆是一直開的 新疆 新疆是一直開的 這一場會議呢 當然也是讓新疆非常的生氣喔 北京當局呢 就指責說 這一個活動 根本就是反中活動吧 還說其實充滿了政治意味的 其實他們事前是有遊說說 聯合國的會員國不要參加 而在這一場視訊會議上頭呢 像是英國美國還有德國 數十的國家都敦促北京當局 停止人權的迫害 也呼籲說 新疆當局讓聯合國的人權專員 可以不受限制的到當地來訪問 另外來看到的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週三的時候呢 他就發表了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也是一樣炮火對準了北京當局 再度提到了新疆當地呢 有這種種族滅絕的狀況 另外還有一名資深的 國務院的官員話講得很重喔 他把新疆比喻成是一個露天的監獄 好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因為他說啊 其實在新疆當地呢 有設立一些職業的這種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不過其實是用來洗腦監控的 好 布林肯他更在這個報告裡頭 他點名了像是伊朗緬甸還有俄羅斯 都說這些國家有存在 違反宗教自由的行為 另外他也說 由於大陸是有涉入這種侵害人權的行為 像是呢 也有拘捕這種其他的宗教的異議分子喔 很多的公共場合啦 圖書館車站等等都有新建穆斯林的祈禱式 感覺上是象徵友善穆斯林的環境 不過這份報告裡頭也提出說 對家庭幫傭跟看護 好像呢其實實際上沒有很友善 因為他們不在勞基法裡頭 好 美方是有表達關切的 當然呢這份報告也說 其實因為台灣有很多的移工都是來自於穆斯林的國家嘛 不過他沒有辦法每週都可以休假一天 導致他們其實沒有辦法去參加自己的宗教禮拜的活動 這是這份報告特別指出來的 再來看到其實現在中澳的關係也是相當緊張 那麼澳洲呢 他們也是想要站在他們的盟友的立場嘛 加入了美國立場 一起來譴責北京迫害人權 那麼澳洲的智庫呢 現在分析也說 新疆這裡頭的生育率也變得非常低喔 而是在2017年到2019年的時候 生育率是急速的下滑 甚至說是比須利亞內戰 還有盧安達跟柬埔站這種種族滅絕期間的 生育率還要低 不過對此呢 大陸方面是還沒有指控的 再看到國際記者聯合會現在是公佈一項報告了 說大陸呢 在疫情大流行的時候 是利用他們的敘事方式 提高自身的形象 進一步是重塑了全球的媒體格局 甚至說有些媒體呢 光是在這些社交平台上頭 就一天至少轉發了50篇大陸的新聞 當然說這些新聞可能都是對大陸是比較有利的 好 現在這個國際記者的聯合會 他就呼籲說 大陸的訊息戰的力度是不斷的增強 所以呢 要其他的新聞從業人員應該要保持一些警惕 不過現在美中角力戰持續延燒 美國呢 是頻頻就新疆的議題上 北京當局來發難 當然北京呢 也是常常來反槍說 美國的無端指控跟母黑 不過現在呢 恐怕燒及另外一個產業鏈囉 難道他會是新疆棉第二嗎 這就是美國的太陽能協會 現在說有可能會禁止進口新疆的太陽能 就是美國參議院有八名共和黨的議員 他們有來提出這個法案 說希望可以聯邦政府是不是能夠禁止採購 大陸製的太陽能的電池版呢 但是呢其實這個禁令啊 恐怕呢會傷到美國自家的產業喔 所以現在其實拜登政府都還沒有正式表態 也很怕自己的產業鏈會因此而鍛鍊 好恐怕呢這個美國太陽能的產業 會受到一個巨大的衝擊 尤其是拜登政府他們對綠能 是想要推動綠能的這個政策的 因為呢大陸的在 他們全球供應鏈在太陽能裡頭 其實是佔這個主導的地位 尤其是製造太陽能電池版許多材料 這個多晶系這個重要材料 其實都是在新疆這邊產出來的 而且全球多晶系的試占率 是高達了82% 所以呢美中角力戰下 如果美國一旦對新疆的太陽能板 喊暫停進口的話 恐怕也會危害自己的產業鏈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美中強權角力戰 對新疆的確保持在地方